大家好 让我们就我是谁 这个古老的问题展开我们的思辨 一 这些年我们都把普世价值 这个时髦的词语挂在嘴巴上面 当作我们生活的旗帜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一个困境 由于人一开始就陷入到 强行分辨善恶的错误之中 所以当一个人一旦产生 普世价值的幻觉 这个普世价值的主要的内容 就一定表现为单向度的善 由此人就会回避人性的有罪与世界的悲惨 从而一头扎进乌托王的灾难之中 二 问题意识一旦建立起来 接下来不是简单的做出结论 而是直面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 普世价值一直是存在的 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的理解的能力 当我这么思考 我知道我找到了合一的路径 奥古斯林老师就是这么思考的 他说 永远不要去责怪事物 应当被怀疑被批评的只能是人 是的 我的理解你出了大问题 这才是我的困境 三 合适的说法应该是 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应该发生在 一国范围之内 这种说法来自于德鲁克 1948年德鲁克说过了 真实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国范围之内 如果这样的观点是合一的 那么世界范围之内的真相 就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观念大战 价值大战和经济大战 是的 这个世界不同价值观的国家 不可能在一起闷声发大财 信和不信的人终究是要走向文明的大冲突 四 耶稣曾经说过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兴起的是刀兵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 可看我们这些脑容量有限的人 心里堆满了爱的心灵鸡汤 看到这样真实的话语 其实轻轻的就绕过去了 多年以来我们这些据说有信心的人 只愿意记住耶稣爱人如己的话语 不愿意诚思耶稣真实的批评 更不愿意致命人性的黑暗和世界的悲惨 五 那我们这些年不断用一些肤浅的心灵鸡汤 安慰我们愚蠢的想象力 这是人的认识和观念的偏好 哈斯卡尔森尼瓦克的说 最可笑的事情 是有人把上帝伟大的观念 压缩在我们自己的窄小的脑袋里 然后还赋予自己信心的观念 六 人没有稳定的明确的上帝信仰 真的会很愚蠢哦 但是人有的明确的上帝信仰 真的会走向伪善 在任何一个时候 人性都是不确定的 所有人都在错误的状态 每个人都有罪 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的罪恶 带上漂亮的冠名 如果一定要在全部人类的秩序当中 确定一个普世价值 那么这个价值的定义 必然只能是每个人都是罪人 而且这种罪人的普遍的界定 不是人和人之间的讨论 而是上帝话语作为绝对命令 对我们人类的启示 这种关于每个人都是罪人的启示 构成了人类认识自己的前提条件和第一推动力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那么这个人就获得了他的生命的意义的第一推动力 7. 牛顿在科学的维度上确定了第一推动力 他不会去思考为什么会有第一推动力 而是通过思考第一推动力明确之后 科学知识如何涌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人的认识能的范畴意识 如果牛顿思考为什么会有第一推动力 那么他就是一个神经病 就是一个宠物 因为他越过了他的思想的边界 放弃了认识能的起点 这就好像一个百米的运动员死不承认 他必须拥有一个起跑线一样 荒唐有余所 我想说的是 对于那些已经有明确上帝信仰的人而言 我这些话一旦说出他马上就能明解咯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明确上帝信仰的人 我把嘴唇说破了他们还是不懂 反而骂我是一个蠢货 责怪我相信一个完全无法证明的第一推动力 9.我承认这是一个互相责骂对方为蠢货的事件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10.基督徒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小性 我们在意识到人性的黑暗与世界的悲惨现实之后 胆怯了 犹豫了 退缩了 放弃了 甚至去告密了 11.真实的上帝信仰 让我们这样的人在思考我是谁的时候 意识到存在四个可以选择的答案 第一我是神 第二我是人 第三我是动物 第四我是虚无 每一种关于人的意义的判断 都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型意识 作为一个人我对自己的判断是什么 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 我应该得到的奖赏与惩罚 就是什么 谢谢